可怜的百合究竟看到什么震惊到爆哭呢 小编在此就不爆雷 看完华灯初上三季的小编 只能说血腥引真的是演技大爆发 花 我回来了 大花 辛苦了 赶快拿进去饭 好 好 冯桃 这就是你们说的正妹吗 欸 很漂亮啊 只要花一点钱稍微整形一下 我跟你说 比少女时代还要正 欸 你在真暗 你们冲着我们家大花一只笑干什么 想吵析她 整个轮账市场 谁不让你金大花喜欢林冠军啊 不记得应该是她装傻的啦 如果真的不记得 你提醒她一下会不会怎么样 可能她到时候会不会要随随便便一句 笨不安 生日快乐 就打发我啊 看你这么深温落魄 你真的这么想要嫁给林冠军啊 我想 那你知道男生找对象都是靠视觉 不是正妹谁理你啊 是啦 我不是正妹啊 谁说的啊 谁说的啊 其实你也没有长得很丑啊 只不过是穿得邋遢了一点 还有脸上的 这里跟这里而已啊 我就长这样啊 我每天还要齐机日在市场里面跑来跑去 难不成你要穿刚刚闲身套装啊 那至少可以靠现在科技 把你的外观调整一下 你看现在电影上的女明星哪一个不是这样 我告诉你哦 中校的东路上面啊 只有三百多家诊心诊所耶 随便找一个医生 就可以把你弄得跟电影明星一样漂亮 总经 你的意思是亮衣小姐掉下山崖 需要一年的时间抑制 然后您现在要找一个叫做 金大花的人代替亮衣小姐 那个人现在就在这间小杂货店里 没错 总经 您想清楚了吗 这样做行不行啊 坦白说 我也不确定 但我已经无路可走 只能放手一搏 好 总经 您说的该不会就是 今天 爆芽妹吧 没错 总经不行啦 吐成这样 这图片的长相跟亮衣小型根本没办法比啊 跟它比起来 我还比较像耶 你先别说话 仔细看 哎 是你啊 你们刚从雪山回来啊 是啊 你未婚妻耶 她没有跟你一起来哦 金小姐 这张照片是我未婚妻叫我交给你 哎 哎 你未婚妻 人怎么那么好啊 居然还记得我的约定 居然还记得我的约定 好美哦 哦 如果这个金大花 把额头上的痣点掉 然后 拿掉爆芽 再把卷法烫直 再冠上亮衣小姐的衣服 像 太像了啦 同学 准备好了没有 我只希望 大名鼎鼎的过爱疫情博士 可别让我失望 可别让我失望 看着窗 迎着我的脸庞 那个女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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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妳 真的很像 我自己看到你嚇一跳 秦醫生超級厲害的 我從來沒有想過 自己可以變這麼漂亮 對 我早就知道手術一定會成功 但是也沒有料到 會這麼超乎想像的玩意 我交代陳鴻 把有關亮眼的一切資料交給妳 這一個月下來 妳都記住了嗎 記得 有關亮眼小姐的十一柱形 還有人記關係 我全部記起來了 安娜 安娜 對啊 安娜 總監 我看還是少讓她講話比較好 除她外型之外 她的談吐跟氣質跟亮眼小姐 對 實在差太多了 對 秦醫生 你那邊有沒有什麼肉毒 還是什麼趕劇的針 打了以後氣質會變好的 給她打一針好不好 哪裡來這種東西 我說過了 我只負責她外型的部分 該讓她知道的 我也都讓她知道了 至於氣質 是要靠內在的養成過程 還有環境造成 好 這個部分 你們回去再加強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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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